我发现最近的巡查员有点奇怪 只要是巡查到地铁的视频 无论对面的操作有多么的正常 大多数都会选择他违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为什么呢 真的很奇怪 难道说地铁很多很多的外货吗 真的 我巡查到地铁的视频都是这样 就比如说这个人 你们觉得他违规了吗 这里上面有枪声就打架 然后这里也能看到人 还可以这样呢 也没有锁在别人的身上 都是找人 看到对面露了就打 甚至一枪都没有打中 接着看到一个残的一枪打倒 这看着都很正常呀 接着就往前拉 其实有一个往右边拉了看到没 而他完全不知道右边有人 右边这个人也是奇怪 露大被伸给他他也不打 看到一个打倒没有问题 突然被前面打 但是前面人没打死他 他也吓一跳 右边石头那个人在干嘛 五调这两个人之后 石头那个人还不打他 突然他听到了脚步 这个很正常吧 这个 这个距离能听到脚步 而且他全程都不知道 哪里有人 打完之后才听到了脚步 接着这队人就没了 很正常的操作呀 下一步是他队友被打倒 他看到人秒了一个 最后被三个人包围 无力回天 整个过程感觉没有什么异常和离谱的 然后我选择无违规 结果你们看 75%的人认为有违规 What 这我就搞不懂了 真的 这只是个例 寻查到地铁的我没看到一个是无违规 大多有违规的 这些寻查员疯了 他们是不是被地铁外挂打崩溃了呀 虽然确实有很多人开 那也不至于每个人都开呀 而这个寻查最后也是显示无违规 真是奇了怪了 我玩地铁的时候也没有啊 不信我来玩一局 我真的没有遇到过外挂 可能是我玩的太少了吧 这局咱们主要是打架 装备就不要了 有装备我觉得负担更重 提心吊胆的 包里没东西冲的更猛一些 嗯 这局对有装备还行 有两个是有六级的 不过都不是一套 这局带他们发家支付好吧 开局他们选择先去打boss 去打boss 去打boss 直接去打boss 500多米去打boss OKOK没问题 哇塞 这boss还出完六头 给他一把金龙内控 他能把地铁杀穿 给他一个boss 他能给你干出六级套 其好善乐失的性格收获队友的一致好评 而想要让他破防 只需要一个投掷命运的机会 就连著名五星地铁判官 麦克阿瑟表示 不过我运气太差了 竟然摇到了酒 我裂开 接着他们三个就跑去打野 而我一个人选择独闯辐射区 刚到门口就听到两队人正在打架 哈哈我来吹架了 倒一个倒一个 箱子后面永远有人 来两颗火轰他走位 收到了收到了 洗了洗了 还有另外一对 这对人气死我了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我包 居然把他们打死了 但是我丢了一件六套 我靠 你们看地上有一件五级 它换了我这个包里面的六级 可恶呀 好在另一个里面有独眼龙 把队友喊过来 让他们舔包吧 来了老弟 来了来 这件独眼龙也给你们了 最后还挺有礼貌的 还和我说了谢谢 接着我听到黑门里面有脚步声 恰恰克雷炸他 直接拿下 哇塞 又爆了一个六级吧 不是三豪你觉得 就您的皮肤好看吗 三豪 啊 但是我觉得好看 你们看两个队友的装备 刚出门的时候还很久呢 现在已经很肥了 哇哦 不错哟 接着又被我逮住一个 这个人是朴仔 他的包里面全是四件套 这队友应该很开心吧 基本什么都没干 就填了很多东西 我就跟那些护航的一样 他们是我的老板 我为他们保驾护航 最后辐射区应该是没人了 于是我就带他们 一起去开了全部箱子 最后我是了福一区 深藏公寓名 拜拜了各位 这局我只赚了十万 不过没事地铁不是经常玩 而且现在打装备有点太简单了 不缺装备 好啦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